我过去这大概半年左右 都是说两只的 第一只就是这个招行 这个基本上都是地上最强的 只有它的业绩以纯来计算 可以有双位数 甚至今次来说两成的升幅 第二我觉得不算招行 因为太贵就买不到 留意这只1658 这只油柱康我们也介绍了几次 算是挺帅的 因为都可以令到很多投资者 差一只内银 都有两成的回报 算是挺好的 但是最近来说 我就看了939的 这就是建行 简单上来说 我在其他平台都说过了 我们会看第一 就是PPOP 就是Pre-Provision Operating Profit 一个所谓的撥避前利润 是衡量一根内银的经营效率的 好了 除此之外 我就不是看视障率的 我们看P over PPOP 如果是这样的话 坦白说招行就特别贵 就当然了 油柱康也不是特别便宜的 唯独是939 跌到这些位 即是5元 5.2 5.3 这些位置 P over PPOP 是说到2.1倍 这件事是便宜的 所以我的策略很简单 第一你可以猜 好不好 但是我看价位 如果油柱康下5元 就可以买了 如果是健可行先的 下到5.1 5.2 我就可能会先想到健康 所以总体上来说 科技股好像昨天又跌过 接下来摘息上升又比较敏感 但我又很想买货 我想内银 不过要管理大家的预测 又没有想着 我买了内银 公布完业绩 接下来就抽升了 它不是增长型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 如果你想入货的话 其实内银在业绩期里面 应该是交到货 而大家会对于第四季的利润 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的话 都可以趁它有些回调的时间 是做一个部署的 嗯